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分享一个南瓜软饼的做法 鲜软又香甜 准备半个南瓜清洗干净 先去皮去籽 再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放到盘子中,上锅蒸熟 把蒸熟的南瓜趁热倒成泥 压得越细越好 把南瓜泥倒入大碗中 这时候的南瓜泥还是很热的 在碗中加入200ml纯牛奶 常温的就可以 再打入一颗鸡蛋 用筷子搅匀 现在的南瓜泥是温热的状态 加入3克酵母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 用筷子搅匀 搅至酵母完全融化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添加面粉 边添加边搅拌 最后调成没有颗粒的干一些的面糊状 然后用保鲜膜盖好 醒发至1.5倍大 我是前一天晚上调的面 放到冰箱里冷藏 发酵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把面拿出冰箱 就是这样的状态 已经醒发的非常好了 我们用筷子搅匀 排出里边的空气 平底锅预热 淋入适量的植物油 我们盛入一勺面糊 放入锅中 把面糊整理一下 尽量整理的圆一些 然后加盖 保持最小火 烙1-2分钟 因为南瓜含糖量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个饼呢 比较容易糊 我们一定要全程保持最小火 时间差不多了以后 把它翻个面 可以在锅边淋入少量的植物油 然后再加盖 烙1-2分钟 烙至另一面 也定型金黄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翻过来 这时候的南瓜饼已经明显的鼓起 我们用铲子轻压一下 可以快速的回弹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 装盘了 这个南瓜饼的做法比较简单 香甜又营养 而且口感非常的柔软又筋道 适合全家人使用 你也赶快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